老師像爸爸媽媽一樣 媽媽媽又對我很好 每一個學生都是寶 對我而言 不管學生多還是學生少 我覺得付出的心靈應該都是一樣的 哇 有人寫Happy喔 Sunday很Happy 你的日記就可以 給他一點點的吸引力 然後他就會覺得 老師你上課我還蠻喜歡 他自然就會比較專注 孩子能夠專心學習比什麼都重要 香甜國小 放學鐘聲響起 林肅清老師家的客輔班正要開始 開始走了 好 來 快點 去車車還是走路 去車車 然後我們就一起走 走啊 走到一半就走 這樣要看到的啊 有的是單親 有的是隔代 要到鎮上去補習 也沒有那麼樣的方便 好 來 過來 走 禮拜四就會帶幾個比較需要加強的 然後到家裡上一下課 好 進來 貝媽 你們先自己搬桌子 好 搬桌子就搬 對 這邊 好 搬桌子 好 搬桌子 跟她一包 你跟她一包 你跟她一包 你們先吃一下 好 三合院的神明廳 簡單幾張桌椅 幾盞燈 再度點亮教學熱情 三 四 一 A I A U 對 很好 對 搬桌子 對 補救教學不收費 成績落後的孩子 一個字一個字 找回自信 考試比較會有自信 十年來缺乏歸屬感的孩子 林蘇清用愛接住了即將往下掉的他們 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有小孩子可以 怎麼會 比我們還要那麼樣的辛苦 我們如果真的去了解她背景的時候 然後慢慢的去帶她 然後包容她 或者是教導她 她大概都會因為你對她的付出 跟你對她的愛 然後會願意做一些改變 課業並不是文藝的追求 你只要基本的課業都OK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你能格的養成嘛 她態度好 她將來成就就不一樣 林蘇清的付出 家人最了解 她在背景的人很健康 她也那個學生就 正說頭腦比較不好 得到別人 她就說你來我們家 我自己教 林蘇清在教育現場26年 幫助有學習挫折的學生 找到向上的力量 所以 社會的功夫 是 我們自己在冰箱裡 谢谢观看